刘兆豪 是我的學生 劉兆豪是我的學生 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而且他的宗教的信仰也非常的虔誠 不論是在私下還是在公眾的場 他最常講的就是浩年名行公義 他也是以行動來體現他自己講的這兩句話 有時候去台東跟他坐在一輛車子上 他的電話是接不完 他的電話是他的選民 他的很多的鄉親要求他幫他做證 他都一一的耐心的解釋 雖然他以前做過法官 他絕對沒有法官的那種身段 他一一的替他的選民解決問題 在他的政治生涯裡面 他在台東真的選了非常非常多次 一次又一次也感動了台東人 他們覺得這個台東這個在地的質地 雖然屬於一個他們不太有來往的一個政黨叫民進黨 可是他們還願意給劉兆豪機會 而他們也都知道說如果他沒有問題 劉兆豪一直會在那裡等他們的電話 我要再講一遍 每一次我都忍不住的要跟別人講劉兆豪是我的學生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驕傲 今年是我們的家族從福建、泉州、安西移民到台東這塊土地第105年 台東的一草一木 它開闊的太平洋、美麗的山林 對我來講它不只是風景 而是我許許多的回憶 我的青春、我的家族都根植在這塊土地上 農業毫無疑問的是台東最有潛力的一項產業 因為我們台東雖然沒有辦法像西部走廊到大面積的種植 但是我們有最好的天然環境 讓我們在台東的農民能夠安心的種好它的農產品 至於行銷的管道 由中央政府和民間還有地方政府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行銷的管道暢通無阻 台東有許多豐富的在地文化 年輕人有充滿各色各樣的想法 我們要鼓勵年輕人在地的微型創業 政府應該要來協助年輕人 無論是在資金的取得也好 或者是閒銷的管道也好 讓台東的青年就業呈現更多元化 多樣化 台東是我情感的源頭 也是我從政最大力量的來源 我期待能夠結合更多自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匯集各種改變的力量 讓台東一天比一天更好 國會要改革 改革要過半 台東請支持劉兆豪 未经许可,公司